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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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很少拍Vlog 早日朱先生叫我 上機充電店婆今天拍攝 目的地去畫室 所以既然帶了相機出來 我順便拍一天Vlog 那天我們約了兩個朋友一起出去玩 我們吃完早餐後 便會出發去這個神秘地方 終於揭曉目的地了 雲仔芬衣草園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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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來到這個芬衣草園 簡直就是用驚嘆來形容 大香里表示 真的未見過這麼大片花田 我自己很怕 芬衣草那股味 不知道有沒有人覺得芬衣草 很臭呢 今天來到這個花田 它的名字叫Hitchin Lavender 好像是 Hitchin Lavender 它是位於英格蘭東部自家經驗的農場 入場費方面 這裏是九年五磅一個人 再加預約費 詳情可以回到官網看它的價錢 接著預早買票 另外這裏也包括泊車 入場時間是朝九萬八 一進來的園區 應該有近八成都是芬衣草 我圈住的位置 最多芬衣草的地方 就是花海 除了花海外 這裏也有賣食物 還有商店可以逛逛買芬衣草的產品 芬衣草味雪糕 推薦大家來這個芬衣草園 一定要試它的芬衣草雪糕 我覺得它的Tester 比較偏自辣 比較冰爽一點 如果大家想拍照 有些芬衣草拿手 或者想帶芬衣草回家 就可以去門口的房子 購買芬衣草的Permit 人家說是自家經營農場 當然不可以摘就摘別人的芬衣草 買完Permit 就會給你剪刀和紙袋 你就可以把芬衣草放進紙袋裡 其實價錢也不太貴 只是四磅 但我們發現太遲了 到離開的時候才知道 原來在小屋可以買到這個Permit 趁著天氣這麼好 我已經急不及退 衝進花海拍照 幾分鐘後 我們已經哭回來了 現在 少人了很多 我們剛剛買了個雪糕吃 因為快溶了 所以我已經吃完了 有些人在摘芬衣草 原來是在門口這裡 給錢買 剪刀和袋子 拜拜 拜拜 二三乾杯 散布菜 去完芬衣草原 我們就去了Ledgewood附近越南餐廳吃東西 點了個loumou 和點了花 吃完東西之後 我們就三個半小時 長蒸回曼城 這條片都差不多到尾聲 這條片都剪得很快 因為都是上個星期去 今個星期就出片 無非是想跟大家說 快點把握最後的花櫃 去看這片芬衣草田 不然的話 就要等到下年7月 才可以再看到 這麼漂亮的紫色花海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個vlog 如果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個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最新的更新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Vlog 小藍梁 這條路 OK 哇 很多芬衣草啊 哈哈 好狡猾 哈哈哈 中文字幕——YK